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来聊一聊 topting gun的简单原理和使用方法 感兴趣的小伙伴继续看下去吧 先把需要毛线卡在木架上 先转动大齿轮 把针头弄到最长 取出穿线的铁丝 先从笔头中间的一个小洞穿进去 接着铁丝再从这个圈圈里面穿进去 把线头放在铁丝里面 一拉就出来了 这样就是穿好毛线了 另外一头就固定在这个架子上面 枪的走线速度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旋钮 来左右转动去调节它的速度 如果你调节到最慢 还是觉得很快的话 后面这里有一个螺丝孔 需要用到螺丝刀轻易调节 戳质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需要把这个针头 完全压紧布面来制作 数学者可以这样子进行一个练习 可以练习竖线 横线 圆形 还有任意随形的形状 循序渐进 先把笔头完全戳进画好的这个蓝色线上面 这两个金属条呢 可以做一个校准 横线怎么制作呢 机器呢我们需要旋转90度 一边走线一边匀速的移动枪 圆形不是一气呵成的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多段 这里是稍微有点直的 上面有点弯曲的时候呢 我们的针头需要往这边旋转一下 再往这里就相当于是横过来了 所以要完全90度旋转 这一段线没有办法一次性走完的话呢 也可以分多段 调整好位置之后 再按下开关键 如果做错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做错的这个地方 稍微用手去给它拔掉 用指甲刮一刮布面 后面看这个圆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毛绒绒的圆 该如何做呢 每次数条纹的话 都是从下往上的 中间是有一点缝隙的 我们不需要完全贴合紧 正面的线头呢 我们最后可以一起 这样直接拔掉处理 不知道tafting的原理 还有简单的做方法 你有没有学会呢 我会尽量把一些细节 讲到位 让你们能看得懂 也能听得懂 下一期我会教大家 用tafting如何做一副装饰画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